喜马拉雅农场联盟委员会主席令 第001号 战友们兄弟姐妹们 自清藤担任秘书长以来 联盟内部和战友群体发生了 爆料革命新中联邦有史以来 最大的动荡纷争 清藤及其同伙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具体有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支持秘书长的农场和人员 包括郝海东夫妇 在联盟群内或网络平台 持续造谣污蔑误言会语 攻击联盟主席和其他联盟成员 及善良的战友们 但秘书长自上任之间 纵容包庇 未来未采取任何抑制措施 直接引发联盟农场和战友群体 开始分裂 第二 清藤秘书长上任后 任意违反规则 随意拉人进群 违规私下建群 任意发起动议 纵容和参与多起弹劾 造成联盟农场和战友群体 分裂加剧 第三 清藤秘书长违反新东国联邦宣言 私下组织小团伙 讨论并实施联盟章程 导致联盟农场战友群体 彻底分裂 基于以上原因 现发布联盟主席令 包括 第一 撤销清藤秘书长职务 第二 解散铁学组 解散联盟员会 第三 解散酒桶 数据保持现状 此有人承担泄漏和传播责任 第四 解散美国纽约盘石农场 美国上海农场 美国旧金山量子农场 日本银河系农场 澳大利亚二系农场 第六 各农场各实体 自主独立运营 团结所属占有 坚持做灭供宣传和服务占有 不参与任何投资项目 等待新中国联邦发起人 郭文贵现在回家 第七 此命令自发布之日起即刻成效 自郭文贵现在回家之日 自新中国联邦全球喜马拉雅联盟委员会 长老阁下期冬 2024年8月24号